闪电看剧,第一时间带你了解电影背后的故事 烂番茄新鲜度百分之百,口碑逆天的黑豹,相信大家都不会错过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观看黑豹之前要知道的背景知识 导演兼编剧瑞恩·库格勒利用美国队长内战之后的残破世界格局 为黑豹故事打下了基础 在神似狮子王宫斗剧情框架之下 黑豹讲述了一个如何继承父辈的创业与包袱 如何突破传统走出安全区 兼顾统治者与超级英雄双重身份的故事 电影黑豹的真正突破,使它跳出了以往黑人题材弱势群体视角的格局 并用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发挥政治命题 而且,它是有史以来对社会论题触点最直接、最复杂、最现实的漫威超级英雄电影 把移民问题、世界政治博弈、种族歧视问题、战后创伤问题等当今社会的困局 在超级英雄大片的语境之下,大胆直白地抛到观众面前 并且显得不枯燥,也不会嗅到浓重的说教意味 有意思的是,饰演黑豹的黑人男星查德维克 曾在美国著名的脱口秀中,大抱自己天生就是要演黑豹的 他说,我相信有些人是有预知能力的 在获得黑豹这个角色前一年的时候 当时我在澳洲拍摄电影《荷鲁斯之眼》《亡者争霸》 然后就有人把一本1977年出版的第一版黑豹原版漫画放在我的休息车里 打开之后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我相信你会饰演黑豹 这件事完全没有任何预兆 就因为此事,查德维克坚信世界上是有超能力的 并且公开表示,希望能够再次见到这位神秘的粉丝 发生这么神奇的事,大家可能会觉得查德维克也许就是黑豹本报了 还有一件事,就是黑豹的漫画中 由他在1990年伯克利的圣玛丽学院读高中的情节 那么不难推测出来,黑豹的年龄应该是40岁左右 而演员查德维克今年就是41岁,长得可是真年轻啊 在《美国队长3》中已经去世的黑豹父亲 也就是瓦坎达老国王特查卡将回归黑豹 他将以闪回的形式现身,并且有青春期 有意思的是,将扮演青年版的演员,正是老年特查卡的扮演者约翰·卡尼的亲儿子阿特达万·卡尼 小卡尼也是一名演员,在家乡南非参演过很多的电影、电视剧和戏剧 饰演黑豹妻子的陆皮塔,他曾经在《星战7》和《8》中饰演女性宇宙海盗 他出生在墨西哥,从耶鲁毕业之后出演了《维奴12年》中的黑人女奴 他也凭此电影获得了《86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和《2014年百大最美面孔女性版》第三名 是个颜值与智商齐飞的女演员 反派埃里克的扮演者名叫迈克尔·毕·乔丹 他曾经在《神奇四峡三》里扮演霹雳火 当时他的出现还引起了很多的争论 因为当时很多人觉得这种选角就是为了政治正确 或者是出于少数民族最低配合的要求 由于原版漫画里霹雳火这个角色一直是白人 所以乔丹的出现还是让当时很多影迷很崩溃的 同样出现在电影里的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个演员 一个是《神探夏洛克》里的《华生》 也就是演员马丁·弗瑞曼 他的《黑豹》里继续饰演一个睿智的角色 是瓦坎达最顶尖的专家和顾问 还有一个就是丹尼尔·卡卢亚 他在《逃出绝命阵》里的表现真是细腻又有张力 还获得了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提名 而漫威电影也再一次没有忘记我们亚洲观众们 《黑豹》的一场场面宏大的汽车追逐战 是在韩国釜山拍摄完成的 这场戏里有大约150辆汽车和700多位演员参与拍摄 并且还有直升机和枪战 当时拍摄的时候 釜山市政府在官方Facebook主页上贴出了这些拍摄详情 提醒当地居民要面临的交通管制和噪音 以及为当地游客带来的不便 不过这个帖子没多久就被删除了 据说是因为安全原因 好了 整体来看 《黑豹》属于冒险动作类 对于我来说 让我去看《黑豹》的动力 除了漫威彩蛋这种不可抗力因素之外 电影体现了体数格斗的魅力 再加上电影里迷人的抑郁风情 神秘的非洲大陆 古老的文化 黑亮的皮肤 精干婀娜的美女 这些元素加起来 再加上一点政治斗争 影片的票房是不会差的 如果你也喜欢漫威 请不要忘了订阅我哟 不要错过每一部精彩的电影 你 show off 中文字幕 李宗盛